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还接着上节课内容讲 上节课引入了角色 咱们这节课讲是使用角色部署流程 使用角色获取流程任务列表 也就是说是对上节课角色的一个应用 咱们先看一下代码 咱们还在这个JPPM12里边去写 咱们这节课上节课里边去引入了几个新的角色 所以说咱们这节课要做一个新的流程 以适应这个角色 基于这个角色去做一个新的流程 咱们看,咱们就叫它 随便叫一个高兴点的名字 叫Happy 然后呢,开始节点 结束节点 Task任务 三个Task任务 一个是组长 一个是经理 一个是总监 什么叫它 写个名字 叫组长 组长 审批 这个叫经理 审批 这个然后叫总监 审批 然后呢 咱们给它把它连起来 然后保存一下 OK的 然后写后边的代码 然后K肯定是有的 然后这块 它这个组长审批这块 这块是咱们这块 这些课的关键 就是怎么着把这个任务 和这个组长 角色去 放到一块去 关联起来 咱们 assigner 咱们就给它 在这块 写一个组长的一个 角色 名称 也就是 ro name 这块呢 是一个 assigner 是经理 的ro name 这块呢 是 总监 的ro name 这样的话就对上了 对上以后 这一块就能去 使用角色去获取流程了 然后呢 咱们首先去部署一下流程 咱们看一下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 咱们先建一个controller吧 咱们这个controller就叫做 咱们还在rocontroller里边写吧 咱们这个controller里边 咱们让它有个部署流程的一个工作 咱部署流程 class path 咱们基于class path 部署流程 这个里边咱们叫做happy y 这个是happpy 也是 这个就是部署流程 部署完了以后 咱们要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完了以后 再去通过这个角色去 通过决策去 获取流程 获取角色的流程 咱们怎么做呢 发起流程 咱们还是复制一下以前的代码 如果 发起流程 发起流程的这个king 然后是基于这个happy 外来的 happy来的 咱们king就是happy 咱们这个发起流程 还是使用一个以前的这个代码 然后让它去 让它使用以前这种方式 然后看一下 就是传入一个变量 然后去看一下发起流程的效果 OK 这块咱们继续做好了 咱们先看一下 部署流程和发起流程这两个环节 然后再看一下 获取 根据这个角色 获取流程列表 怎么做 咱们这个部署流程 就是 部署了一个 基于角色的流程 就这个流程那边 三点都是角色 而不是具体的人 以前咱们是具体的人 比如说 以前咱们这块 就叫张三安理事 咱们这块 现在不是组长 经理 总监 是三个角色 然后 部署流程 十二 看一下 没有反应 报错了 对 咱们看看什么错 它这个controller可能是deploy gip 咱们这个里边几个重复了 deploy 或者 raw 咱们和刚才 显这个raw controller的 class plus 里边有gip 是根据哪个人重复了 咱们看一下哪个重复的 deploy gip test controller 这块有个test controller 里边也有个deploy 就是做demo 做测试的时候 我做测试时候用的 咱们把这个删掉 删掉以后就可以了 应该是 比如说 这个sprey mc 它会检测你这个mapping 这个里边mapping 其实是个map map里边的key 你去重复了 它是不允许的 这样的话 你去前端一个请求 到底分发到后台的 哪个controller 哪个方法 sprey就理解不了了 所以说 都是不允许的 ok 咱们这块加一个部署流程的一个 一个菜单 然后咱部署流程专门就在最顶级那个管理员那边做了 这样的话 逐渐的咱们去做到一个正规化 怎么叫做 不是这样 而是把这个复制一个二级彩蛋不是一级彩蛋 咱们叫做部署流程 部署流程 咱们这个部署流程走的是哪个类啊 是 deploy class piece deploy classpth.do 然后ok 走这个 咱们让它部署一下 哎 咱们是deploy还是弱 弱 咱们现在用的是弱啊 弱 deploy是以前的 好嘞 咱们看一下 咱们点一下部署流程 哎 应该是部署成功了 它返回到这个页面了 咱们看一下 从这个流程查询 列表里边能找到这个happy这个流程吗 happy 找到了 就是咱们部署成功了 流程部署成功以后 就是咱们基于角色这个流程部署成功以后 咱们要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 咱们也是在这里边 发起流程 就是让他员工去发起一个流程 员工去这个角色发起一个流程 发完流程了以后 然后让组长这个角色去获取这个流程 咱们这次去做了这么一个机 一件事情 员工发起流程 咱们这块 11PPY 当然是 员工发起流程 咱们看一下 员工 他发起流程 这个页面是什么样的 是他 他走的这个 咱们把它改一下这个 路径 咱们看一下 发起流程走的是指大 好 员工发起流程走这个 咱们看一下 好 打个断点 让他走进来 发完流程以后 然后这个员工就能 就是 直接就把这个流程里边的变量 放到这个变量表里边了 员工 发起 发起任务 然后添加请假人 咱们叫员工 叫员工一 咱们刚才不是有这么个人吗 现在天数 比如说三天 提交 我看一下 提交过来了 员工一 三天 答应出来没问题 然后 OK 咱们把它整个走完了 以后发起流程 应该肯定是成功了 然后 发起完以后 咱们 这个员工 请了请了假了 然后 操作失败 是因为咱们延时的 阿加克斯 那个一部提交的 他指 他 咱们没返回的时候 他已经去返回了 所以说这块 前端判断了 肯定是失败 但是咱们后台肯定成功了 这块员工发起流程以后 第二步怎么办 就是咱们去获取一个流程的列表 获取流程列表 就是这个 这个页面 咱们以前做Demo的时候 是张三这块就写死了 咱们这次 咱们不让他写死 咱们让他去 嗯 让他去 工具角色去获取一下 咱们先 让他去 tool tasklist 咱们首先让他转向这个页面 然后去 拿到他的角色 然后再去获取他的 任务列表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Urername 员工的名称 然后拿到他的角色了 拿到角色 然后咱们把这个角色去 返回到界面 返回到界面去 咱们叫Urername Urder get Urder get A real name 咱们去获取到个real name 这个员工的 让他传过一个Urername 然后咱们会去到 Urername 然后去返回到这个页面 list 这个页面就是list 它是个页面 反过这个页面以后 咱们这块 会做一个页面里边 然后再去获取到这个任务列表 这次就是 Name 咱们这块 咱们这个肉 也去单独的写一个 而不去用原来的list task 这块是list task 咱们把这个list task复制过来 也要放到肉里边 也就是说 咱们获取任务的时候 咱们也用新的 肉 类似task 这块就能获取到这个员工的角色名称 咱们这块这不叫 叫real name 这次咱们就是根据角色去获取的 所以说这块都是关于real name的 这块咱们用gstl把后台传过来的那个real name 获取到 这样的话就能根据角色去获取一个任务了 这个整个过程我再给大家理一遍 就是说我前端传过一个real name用户 的登录名以后 这块后台去 根据咱们刚才那个表去配 获取到它的角色名称 获取到角色名称以后 然后再给它返回到这个界面 返回界面以后这块获取了 获取角色名称以后 咱们重新请求一下 重新发个请求 然后获取到这个 查询这个角色的代板任务列表 整个就是咱们达到了一个效果 咱们最终的效果就是 要我去 我这个人进来以后 我要看到我角色下边的有哪些代板任务 咱们现在刚才不是发起一个任务吗 这个任务肯定是员工提交的 提交肯定第一集发到科长这块 咱们看一下用科长这个 科长一 那就是叫什么 不是科长叫组长 咱们拿组长这个角色 呃这个员工拿到他的角色 组长一这个员工 拿他的角色叫做叫做组长 组长然后获取这个任务 看能不能拿到这个任务 做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进去菜单里面配置一下 组长组长要获取到我的任务了 咱们叫肉 图他这个类似点多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有点内容 咱们就等于这个组长一 因为 咱们刚才配这个名字 他的这个人就叫组长一 咱们这块打两个断点 看看能不能过来 看看组长能不能拿到刚才获取到的任务 重新启动一下 这过程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其实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人要拿我这个人说出角色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跳来跳去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 第一步跳就是为了获取角色传给前端 第二步跳就是去前端拿到这个角色的名称以后 我要去我要去拿这个学色手出的那个任务 正好我看了一下 检查了一下 错了 咱们刚才改错了 不是改错地方 应该这块 改入了 这块 哎 不影响 不用重启 改内边的方法是不用重启的 幸好检查了一下 然后看一下组长看他的组长要查看我的任务 看一下 点一下他进来以后 他拿到他的角色了吗 拿到了 他的组长 他的角色叫组长一 然后返回前端 然后前端以后 咱们看一下 前端没有反应 是怎么回事 没有请求到咱们这个 这是Task里边 看一下 咱们看到这个没有过来咱们第二个请求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呃 咱们先看一下咱们这个开发人员工具里边去找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这块一大堆报错的 我看一下有404的有一个Dollar NotDefied 就是没有定义的Dollar符号 看一下咱们也包括EliUI呀 Decorder呀 这些 资源文件都没有找到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路径给错了 咱们做了一下转发 就是我这块图 以前都是直接请求到JSP 现在就是做了个转发 它的相对路径 然后就错了 就加了个肉 看到前面 所以说咱们这块要做一些工作 正常项目中肯定也是要做这个工作的 就是这块的是一个相对路径的一个做法 其实有一个就是 咱们这块就写死了 就是JPPM12 其实有一个 一般人就会从这块去做一个表达式 去获取这个项目的路径 咱们这节课就先写死 下节课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去 获取这个项目的路径的一个方式 然后咱们看一下效果 像这种一般都是路径的问题 然后我去到了 然后我任务 看组长 他没有拿到他的任务 咱们看这个是什么原因 好像的刚才就没有走到这块来 没有找到this task来 做 this task 咱们看一下 他为什么去没有做第二次请求 咱们请求的时候肯定是加载完页面的以后去请求 document fax 为什么没有做请求呢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后台是不是有报错 这个没有做 这个没有找到这个有两个热 看到了吗 这路径也是不对的 从这块 也先做个简单的做一下吧 就是咱们先 简单做一下 下次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更路径就加上去 这下看一下效果 哎 这是请求过来了 请求过来 肉内我们看传的是咱们组长 就是刚才 咱们组长 这个员工 说出角色就组长 然后查到他的那个 然后后边就跟咱们是以前的动作一样了 咱们短片就直接过了 看一下应该是有一个任务的 组长组长省批这个节点 就刚才咱们节点也是组长省批一个节点 也说组长员工发起了任务以后 组长拿到了 咱们去再去 咱把锻炼取消了以后 看一下 再发一个任务 然后看一下 整体系统的看一下 刚才因为咱们 出了几个问题 解决这几个问题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组长 发起任务 发起任务 哎 查询了 咱们这个员工发起任务 我说呢 这半天不出来的贴交大鸟 吓我一跳 咱们名字叫员工 咱们这次请假 咱们请四天 咱们看一下 咱们应该把这个断点去掉的 去掉就不会提示那个错误了 这样的话让大家认 老认为这个是错误 去掉它一下 看一下 操作失败 还是操作失败 这个操作失败 应该是 阿甲克斯调用的问题 咱们等会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咱们先看一下整体流程 这后台肯定是成功了 只不过跟界面交互的时候 这些 呃 这个 这奥的这个东西没写对 咱们看一下 主张这块应该收到三个 刚才发起 发起了两个 看到了 就拿到三个任务 这个时候就非常方便了 就跟咱们实际项目越来越接近了 就是说我这块发起了 这块直接能拿到我的任务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是 讲了一个 通过角色 员工拿到他的角色 然后第二步通过角色再去 拿到他的任务 整个就讲这个过程 咱们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